嗨,大家好,这里水母,本期将表达我对减脂系列皮肤的主观背景理解 人们非常熟悉大野兽加利奥的故事 这是每年春节都会讲述一遍的传奇故事 这是勇者西威尔打败大野兽加利奥的故事 西威尔保护村庄勇敢应战 邪恶的加利奥落败逃跑 故事被书籍记录,故事被减脂表演 故事经过长久的时间沉淀 慢慢幻化出了有关故事概念的精灵,杰拉 杰拉可以在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两者存在 是两个世界沟通的桥梁 杰拉可以看到现实世界的人们对年年如此发展的大怪兽加利奥感到些许烦腻 杰拉也可以看到故事世界里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固定情节感到些许抱怨 新年又要到了,或许新的一年可以寻求一些改变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世界将从此改变 一段故事,一张白纸都有两面 都有无限可能的改变 杰拉用一段时间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观察 现实世界的人的确赞赏西威尔大战家聊的故事 但他们不拒绝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一些条件改变,故事会有全新的走向 观众是非常期待这种创新情节出现的 杰拉用一段时间对故事世界进行了观察 故事世界中的人更是对新发展有着十分强烈的诉求 他们是故事的扮演者 每年都出演一样的剧本,实在是太无聊 加里奥表示,自己明明也不是毫不奖励的大坏蛋 因为长相凶恶,莫名其妙成为大家讨伐的对象 实在是太不爽了 挨打之后还手,结果自己的罪名就变得更重 还没等反应过来,自己就变成和人民绝对对立的存在了 当大坏蛋也就算了,每年还要被那个叫做西威尔的打败 他觉得这发展实在是太无语了 西威尔表示,以前的剧本很棒 成为英雄的他被人民拥护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打败加里奥 不过西威尔也的确发现了杰拉化的合理性 如果故事需要改变 西威尔虽然会有些排斥 但他也会坦然接受 到时候他就要思考他在新故事中的个人情节了 在全面观察了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后 杰拉决定给简纸世界来一次大革新 他释放魔法 将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想法转化成能量 并将这股能量传送到简纸世界 人们对新故事的期待产生的能量和故事世界本身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新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白发姑娘艾瑞丽亚 首先感觉到了自己所处的世界正在发生崭新的改变 意识到时间线变动后 艾瑞丽亚陷入深思 一直以来 他都是看着西威尔打败加里奥在一旁喝彩的小女孩 艾瑞丽亚能感觉到加里奥并不是纯粹的坏人 也能感觉到故事的结局并不非要和加里奥对战 现在改变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虽然和加里奥接触的确有危险 但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向来如此呢 如果什么都怕的话 艾瑞丽亚会不会还是把握不到这次机会 再次成为配角 艾瑞丽亚决定主动去找加里奥 如果可以 他在新故事里成为人民的大英雄 西威尔也感觉到了变化 曾经的西威尔一直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但现在一种全新的感觉 一种害怕自己敏然众人的不安感出现了 西威尔还是不是主角 如果他不是主角 新故事里有没有西威尔的一席之地 西威尔知道他必须要做些什么事 一直当主角的人 如果在新故事里一点戏份都没有 那可真是太不习惯了 而在思考改变时 西威尔对未知的未来产生了一种期待 这是一种他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西威尔 这个故事你不必一个人操心 交给我吧 加利奥在悠闲地等待西威尔来他身边打倒他 这是必然的他不想接受的始结局 有些麻木的加利奥心里再次痛骂这个烂得要死的故事 而本次漫长等待后 加利奥并没有等到西威尔 这是一个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姑娘 而这个白发小姑娘居然没有见到加利奥就开打 这绝对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了 加利奥从心里赞许这位白发女子 艾尔利亚尝试和加利奥对话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简纸世界的变化 故事可能会被改写 沟通后的加利奥兴奋不已 难道在新故事中 加利奥不需要被打倒了吗 抱着强烈的期待 加利奥选择相信艾尔利亚所说的话 如果故事真的可以被改写 加利奥愿意配合艾尔利亚 简纸镇的镇长盖伦正在和往常一样 做着村民的疏导工作 加利奥过来带村民避难 西威尔到来 加利奥被消灭 这是盖伦脑内已经构想了无数遍的剧本 本来以为这次也会和往常一样 但白发女子的到来打破了计划 听了艾尔利亚对于故事改写的言论 盖伦表示可以相信 不管旧故事还是新故事 盖伦所在乎的事件只有一件 那就是保障村民的安全 这是镇长的责任 也是盖伦存在的意义之一 艾尔利亚表示 他们可以去和加利奥谈判 新故事里加利奥不一定是敌人 盖伦和艾尔利亚决定找机会去见加利奥一面 之后的故事到底要怎么书写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知道的是 现在他们都是各自故事里的主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这里是英姆 我们下期再见